上課之前可能要先跟同學講一下 我們下個禮拜三就要考試了 第一次的考試 可是下個禮拜一還要上課 就是下個禮拜一繼續還要上課 上完課我禮拜三考試 那考試的範圍是考到下個禮拜一上課結束 換句話來講 同學如果這個禮拜不開始讀書的話 準備在下個禮拜一 下午五點鐘上課再來準備考試的內容 大概會非常辛苦 因為只剩下一天半的時間 禮拜一到禮拜三下午的四點鐘考試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請同學這個禮拜 如果還都沒有開始準備看出我準備的同學 請你這個禮拜就開始 要不再下禮拜 我們這個禮拜的進度 結束之後至少第一個禮拜今天把這個禮拜的進度成功還應付 那這邊下禮拜一下午之後都要提供那個新的下禮拜的進度就夠了 我們大概有這樣子的一個要求 OK 而且如果再提一次一次不要忘記了 下禮拜三要考試 可是下禮拜一仍然還要上課 我們上個星期所訪問到的基本的分類 跟基本的一些相互的分析 之後我們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成本分類的概念 就是按照作業量的變化與否 而變化或者不變化的分類 區分為固定成本變成本跟混合成本 按照成本習性的分類 固定成本變動成本跟混合成本這三大類 固定成本意思就是說 它不會因為生產量的變化而變化 它是固定不變的 這叫作固定成本 變動成本是隨著生產量的增加而增加 隨著生產量的減少而減少 它是隨著產量的變化而成正比例變化的 這叫作變動成本 否則成本意思就是指這個成本項目內 它有固定也有變動的成本 那我們再進一步的去瞭解 固定成本大概就是以企業的折舊費用 為純粹的固定成本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叫作固定的負線成本 它是固定的 不過它的負線已經出去 折舊成本是承諾成本 就不用負線 它不是固定的 固定的負線成本裡面 又包含了固定的 比方說負金 比方說 固定的工作人員的薪資 都要負線移出去 所以固定成本的總率不是特別多 電動成本總率也很少 包含了直接的材料成本 直接的人工成本 這兩個是很純粹的電動成本 至於上以外的解釋 相對於電費水費 看起來也是電動 但是它又有固定的 這就追到所謂的混合成本 而動作的停電項目都是混合成本 因此我們真的下來 我們會做一個準備的工作 如何把眾所謂的混合成本 利用成本習性分析 區分為固定的額度跟電動率 就是這個章節的重點 OK 我們在做成本習性分析的時候 我們也會問 用什麼方法來做成本習性分析 基本上有三種方法 基本的方法 當然有的市場可能還有所謂的 有任務測法等等 但是我們在這邊 提到的是三種基本的方法 首先是 會計科目法 其次高低檢法 以及 違規分析法 這三個主要的方法 在這個範圍方法介紹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 所謂的成本函數的概念 成本函數 是一種線性的成本公式 它是Y等於A加B幾乎 我相信 我們同學如果有上過管總管理主計的 這個部位應該上過了 不過溫度之心 在管總的重點方面 是在介紹同學如何利用違規分析 做成本習性分析 在我們這個重點裡面 固然違規分析是重點 但是延伸出去的是 對管理的意涵 所以請同學 如果有學過的同學 就更容易了 應付之心 OK Y 簡約 HIB 一個寫的Y 它通常指的是 各校不同 混合成本的 科目的金額 我們舉方說 這個 電費成本 就是機器操作的 用電的耗電的電費成本 這個WIRE 它這個成本怎麼發生的 可能是因為我們機器在操作的小時數 機器操作越多 成本就越高 機器操作越少 成本就越高 有這種概念 所以說 這個電費成本 就叫做 因變數 因為機器操作小時的多寡 而變化 這叫因變數 這個成本的科目 那這個Y-A加BX 一個是指工廠 是指作業量 我們在那邊強調的是 機器操作的小時 它就是自變數 我們把機器操作小時變動 才會引發成本的變化 所以一個叫做因變數 或者重組變數 一個叫做自變數 或者叫做獨立變數 那至於A跟B呢 這是兩個常數 A是所謂的常數 就是說 我們不去操作任何機器 它也都要有了基本的電費 也就是我們這邊所稱的固定成本 那B是屬於變動成本率 在這邊也稱之為單位的變動成本 它是隨著我們操作的時間的多廣 而更加或減少 因此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Y等於A加BX的意思就是 Y這個電費等於固定的電費 加上每一個機器操作小時的電動率 乘上它操作的小時數 這個叫做承染難數 這個承染難數必須要把它背起來 那再看承染習近飛機的步驟 首先我們要分析的是 選擇哪一種方法 你要用快力科目法 還是高低點法 還是違規飛機法 這個方法選擇 跟後面所要準備的工作不一樣 所以首先要選定飛機的方法 其次選擇應變數 那麼多混合成本的科目 哪一些符合成本我們先來對付 跟著下來要選定自變數 自變數就是我們會引發 這個成本的變化的原因 我們以剛剛那個例子來看 機器操作的所需要的電費 它的自變數呢 可能是機器操作的小時數 我們在這邊主要是自變數 這個東西要選擇 選擇的對付界啊 還很麻煩 我們後面再去強調 如何去決定 選擇的這個自變數對還不對 但是首先會先選擇 選擇完了以後 我們就要收集自變數 跟應變數的資料 這個資料 最少要有任務P資料以上 我們說如果以業為單位 至少要有任務業的資料 如果我們是以每一個禮拜 每一個週為單位 至少要有六個週 那如果以週為單位 選擇六個月的話 就是六五四二十四 就是二十四個資料 資料越多 它分析的可能全數越高 那至少要在業務局上 那我們在利用成本盤數 來計算該成本齊性 是什麼樣的狀況 最後一個就是解析結果 你這個全部做分析完 可能還要做一個解析 這個解析的意思就是說 到底我們找的這個自變數 可不可以檢視那個應變數 就是我們找的機器超過小時 是不是可以符合說明 才會發生的原因 成本齊性分析的方法 首先是會計科目法 又稱之為帳戶分析法 這個方法其實是最乎科學的 我們本來不想要理用 但是呢很多書本上也有 包括Ganley的書也才行掉 再加上它不是最乎準確的 它還有某種程度 至少還有一個經驗的行證在裡面 所以我們把它做進去介紹 這個介紹就是 會計工作的相關人員 或者去找工程師也可以 就是利用會計科目 按照以往的經驗 來對每一個科目 來做會計 說這個科目是便利成本 還是固定成本 那個科目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如果很清楚的是固定成本 我們就會把它分成兩個欄位 在固定成本勾架 如果是便利成本在便利成本 都一樣 那有個附件側 附件側 附件上面就說明 便利分率是多少 那如果是混合成本 就是固定跟便利部分 最重要的偷選 既然是混合成本 那固定在這個研究裡面 按照經驗法則 有公佈經驗的快遞主任 或者工程師就會去決定 這個固定的合計佔百分之多少 如果佔百分之40 那因此它算出來就是 它的經驗就是固定成本 剩下的百分之60 就是便利成本 用這種方式來說 逐步的把各個科目整理出來 所以因此呢 我們可以看到 材料人工製造費用 管銷費用 以及之類的材下來 不同的材料人工 跟不同的製造費用科目 列出來之後 固定成本就勾一下 材料沒有 人工有叫做固定薪資 可是變動成本的部分 只要是變動 人工分兩個部分 固定薪資的就是固定成本 既建制的 又生產小型的 叫做變動成本 那外包費用 那是變動成本 因為接一個外包給一陣錢 接多給多 接少給少 那是變動 模具費 這個就是混合成本 我們用紫色的顏色 把它去混合成本 這個時候經驗就來了 按照經驗來看 大概是 比方說 40塊 總共花了100塊 40塊錢是固定的 60塊是變動的 那這個模具費的60塊變動呢 如果模具的 耗用過程中間有增減的話 我們就拿這個部分來調整 而這個固定的部分就不動它了 類似像這種 還有包括維護成本 還包括消耗品 還包括了交通費等等 這些都是所謂的混合成本 這分的下面也只有這些數字 全部是固定的或變動的 都把它列出來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從我們這樣子來看 熬系科目法 或者照顧分析法 明顯的是 科學的 因為它強烈依賴 強烈依賴的經驗法 那第二個東西 我們要用它 我們只能這麼說 小型的企業 還不是中 我們說中小企業 還不是只中 這只是小型企業 大概就是十來個人的 小公司 原則上也可以不要用這麼 先進的管理技術 但是老闆如果想要了解一下 用抉擇去請個專業的 或者什麼 直接聘用一個專業的人 來幫他作用太貴 這個東西不妨用 上速飛機法 因為一個小型的企業 這個會計科目 搞不好只有 一兩百個科目 這個會計科目如果在一個 大型的企業 像我當年在汽車製造業裡面工作 這個汽車製造業的 這個會計科目 可以高達三萬多個到五萬多個 這個時候拿這個來做 就變成沒有意義了 變成太複雜了 就算是一個中型的製造業 大概也有三千的會計科目 所以當會計科目 數量越多的時候 這個地方可能就用不上去 就變成說 這個會計科目的用法 就可能不夠用 所以這個小型的企業 照顧飛機法 才是強的可以應付 OK 跟著下來是高低點法 高低點法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把這個 所有的數據找到以後 選其最高跟最低點來運作 它的步驟 首先將一個期間的因變數 也就是所謂的成本 把它列出來 跟著找這個 比發該成本有關的次變數 也找出來 就像剛剛我們所舉的 機器操作的定費成本 跟它的機器操作的小值數 都列出來之後 這個時候選最高作業量 跟最低作業量 來做分析 然後從最高作業量 最低作業量下面 對應的最高作業量的成本 最低作業量的成本 相對於整理出來之後 套入公式 就可以求出變動率跟 負定成本合作 我們再用中山公司 為一個例子 中山公司 有一台機器 在某個期間 所耗用的電費成本的資料 用這些資料 來計算 負定成本合作 跟每一個機器操作 實施的電費耗用 這是一個中山公司的 基本資料 通常我們在看資料的第一眼 就先看這樣 它是電動的還是負定的 我們看得出來 電費成了 電來電去 就想說它肯定不是負定的 它是不是電動 電快可以做個驗證 一千兩百個小時 花費一千兩百塊的電費 一千兩百個小時 跟一千兩百塊的電費 每一個機器小時 應該是一塊 可是你再去看一千七百個小時 變一千五百元的電費 兩千個小時一千六 馬上看得出來 不是一對一的關係 所以它變成了混合成本 但這邊也要忘記了 這個不是每一個機器小時 不是每一度 每一度電 搞不好可以用哪一千個小時 我們跟每一度的每一度 電費是無關的 我們這邊只是把電費知道 這個電費不太會 不太會做 不太會是假的 因為電力公司給我們的造型單 很清楚 那機器超過一小時 我們透過機器超過的員工會走下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不是跟電費相關 就是要去混淆到說 說一度的電是做好的 那一度的電是由電力公司 跟我們算電費的基準 我們自己在飛機的時候 就是機器超過小時數來做 那我們有了這些之後 我們就問 機器每月的固定成本是多少 那每月機器小時的電費是多少 那我們如果是用高低減法 就先選最高點的作業量 最高點的作業量是兩千個小時 兩千個小時多少錢呢 是一千一百元 最低的作業量是一千兩百個小時 它的成本是一千兩百元 所以我們講 一定期間的音變數跟直變數選出來之後 我們就來看最高點跟最低點的公式列出來 YH等於A加B的X的H YL等於A加B的X的L 這個H就是最高的高 L就是LOW LOW就是最低的意思 有了這兩個方向式 A跟B不變 因為固定成本的變動力 不管在哪一個水準都一樣 所以A跟B不變的時候 透過離向 最簡單的代數 VDU 好好代出來 變動成本是誰 最高點的成本 也叫最低點的成本 足以最高點的作業量 也叫最低點的作業量 按照剛剛這個概念來看 我們最高點的作業量 是兩千個小時 它的成本是一千六 最低點的是拿一千兩百個小時 成本是一千二 所以高低點的法律就是拿一千六成本 減到一千二 除以兩千 機器小小時 減到一千兩百個小時 透過這個計算 很快就算出來了 1 等於0.5元 這個B等於0.5元 這個B等於0.5元 就是每一個機器 超過一小時的變動幾本 所以0.5元 拿這個0.5元 帶入最高點的 YH等於A加B 或者YL等於A加B X等於L 都是一樣的 這個答案是一樣的 這可以算出 A這個固定成本是多少 算出來這個固定成本 600元 得到的答案 機器每個月的固定成本 600元 每一個機器超過小 使得 變動幾本 0.5元 很簡單 很簡單 跟著看回規分析法 這個回規分析 又稱之為最小移方法 這個是在軟體體裡面 軟體體裡面 特別強調 一樣的 先將一定期間的 因變數 就是剛剛講的 變費成本 再把這個 引發這個 因變數的自變數 就是會引發 這個變費 基本的 吸氣超過小時數 練出來 練出來之後呢 就用回規分析法的公式 練出來 然後跟著 把所謂的 合規分析法公式下 所需要的任何資料 先停算出 再套入公式 就會求出 變動幾本率 跟固定幾本合作 那我們可以發現 用普計 來計算 複雜的 複雜的 Excel裡面 有現成的軟體 這個實際上 還是給我們 做了一些稍微的介紹 有沒有透過 Microsoft Excel來試算 這次算 就會寫三多了 這叫做 違規分析法 我們還是用前面的例子來看 同樣的 1月到6月 它是繼續 交錯數 跟變費成等 請問 如果用違規分析 這個月 該機器的 固定成本是多少 每個月的固定成本 以及每個機器小時候 的變費是多少 前面的答案是 固定成本是 六百 機器小時候的每小時 變費 零件五元 那現在用 違規分析导 是不是可以得到 什麼樣的答案 我們首先看到 這個公司之前 要先算 計算 XY X乘上Y G X乘方 這個 我用這個 統計 管組 管組裡面 在計算 對焦零方法 有兩個方法 答案其實後面 抄的太多 一個是用我們的 就是原始的數據 一般的 常態的數據 另外 用平均數 來做分析 就是把 X的平均數 Y的平均數 來做調整 那用這個 這個 這個原始的 數據來算的話 我們要做的 計算工作不多 做公式複雜 我們用平均數來算的話 要計算的 數據很多 但是公式簡單 先這樣說一下 我舉的是其中的 一個方法 就是用原始 數據 來計算 原始數據 需要計算的數據 不多 所有的X加起來 叫7.5 所有的Y加起來 以及所有的 X乘Y加起來 最後的X平均數 再加起來 就得到 這個四個數字了 其中 X本身 跟Y本身 跟其物都有給 X的總和 是9700 這個X是 低氣超過的小時 Y是 電費成本 全部加起來 是8510元 這個 可是我們在做 這個 主機分析的時候 後面的單位 就調管它了 這個是原 這個是機器的小時數 這個整起來 用平方乾 還有什麼意義的調管 反正是數學家 他們的計算的要求 我們要做的就是先算這個 再算這個 再把H乘上Y 全部乘出來 六項的加總 得到了 13984千 算出來 現在就算X的平方 第一個 1700的平方 1800平方 以此類的 再把這個 全部加起來 得到1619萬 得到這個 H乘上 這個都 加出來之後 套公司 這個公司會復合 你會看到一個X分 就是這個 這個算出來的 K分子分數 和乘上Y的總值 減掉 我們的六個月份 乘上 X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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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 所以 你要這樣 看這個程度 它就馬上可以得到 你們得到了 變重成本的 每一個機器的小時的變重率 這個算是 0.5538775 數字 我們還有小數點 我在考試的時候 如果說 取小數點 扣第二位 四十五 就是 0.553 這個 大概就是 0.55元 那下面算出來 如果是5228985 就可以是 522.90元 第三個 四十五 到 取兩位 第二位 所以這樣的話 我這邊 只是故意把它算得起來 清楚 也全部用出來 算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比較 高低減法 跟最小減法的比較 高低減法 它的算數得到的是 顧病症的600 最小減法 最小減法 算出來是 522.8985 那高低減法的 變重成本率是 0.5元 最小減法的 變重成本率是 0.55387 也許多人會覺得 0.55元 每天有什麼差別 十之毫禮 差十千里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不要少看它 好像看起來 只差一點點 但實際上 怎麼可能就差得 很大一塊 所以在這個地方裡面 圖絕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那這個 我這邊 中間有畫了一個圖形 這個圖形呢 你們也可以看看 所謂的 那個 高低減法也好 最小減法也好 最小減法也好 都是希望 在一個 分布的圖形裡面 找到最接近 那個分布的 這個點的 那個趨勢 集軍的趨勢 那個軸 那邊軸 那我們假設 我們用一個 坐標圖 看到 黑板中間那一塊 坐標是 所謂的 電費的成本 橫坐標是 使用在機器的 一個小時的量 按照 一二三四五六七月 這個 這是月份 這個月份 完了以後 比方說一月份 是一千三百個小時 跟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 一千五百元 在這邊一千三百個 這個就畫一個點 以此內圖把那個 所有的六個月的鐵都畫出來之後 我們這個時候呢 高低點就是圈 最高點 假設這是最高點 這是最低點 高低點 圈出來又畫一條線 到這邊來 這邊是固定額路 這個斜角就是電力 它們的距離 可是高低點 哪一個風險 如果分布這個點 最低的點 是在這個地方 最高點在這邊 一畫出來 就連到了A軸上面 就變得完全沒有意義 所以在這個高低點法 的前提是 這個分布圖 越均勻的分布 就越容易跟 我們的回歸分析 學校的答案 就類似 那如果是 回歸分析 為什麼叫做 最小平方法 我們可以看到 不同的點 這不同的點 我們中間 畫一個虛應的平均線 就是我們類 類似在每一個點 中間的平均 去畫一條線 畫一條線之後 把每一個點 跟那條線 交接的垂直線 就可以畫出一個四方形出來 這個四方形是一個面積 這個四方形的面積 如果有六個點 把六個面積加起來 得到一個數字 那如果我把那個線 稍微調整0.001公分 整個的面積又變了 因為跟它接觸的垂直線的 那個長度 右邊 那又得到另外一個面積的總和 最小平方法 最小平方法 最小平方法的意思就是 我們在這個過程 千千萬萬的可能性裡面 我們算出來的是那個 平方數的面積最小的 當它的面積平方面積的核 如果不是最小的時候 這一條線 就最接近所謂的那個 各個點的 趨勢中間的最平均的那條線 怎麼去證明用這個公式 你不要問我 那個數學家 他用那個公式這樣算算說 這個公式之下 就可以算出最小平方數的那個點 那個線是怎樣的情況 那因此假設有這兩個概念 我們可以發現 高低點法跟最小平方來提 當然高低點法 非常不精確 比最小平方法還要差 OK 那高低點法 最小平方法看得出來也困難 因為它經過精準的計算 需要的專業知識 需要的工具都比較昂貴 所以企業界會問 我們花了那麼大的精神 做成本期一分 我們目的到底何在 如果沒有太大效益 要做這個嗎 為什麼要做成本期性分析 這都問得很好 所以我強調 再請問強調 如果我說是小平的企業 用大股數的分析法 或者半期科目法 也可以了 不需要那麼精確 但你如果企業開始 變大 你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時候 你想要真正的做好 成本庫管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用 比較先進的方法來計算 其實在整個 整個期性分析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我早期還會跟組員交易 大家發現實在 這個太大意義 如果書面上有接到你參考 可能有這個目測法 目測法 比法律科目法還要整 我們就是畫出了六個點 然後讓法律主任 拿一支尺 在那個點中間 用點睛看 一切烏半條線出來 這個大概就是了 那個畫的一個線 用的尺 都是叫做方格 密密麻麻很多方格 在這裏劇行有賣的 每一個方格是比方多 額度是一百塊錢 所以一條方格 一拉上十個方格就一千 如果每一個方格是一千 那一拉起來十個方格是一萬 一整那一堆 那我把點路露出來 我們看的 自由形式 把它畫到線 然後再看它跟那個方格的交界 是多少 距離 就算它固定度是多少 有的固定成本 再追蹤它的變速率是多少 那一整會變成十個人畫 才會有十個答案 所以目測法更不準確 所以我們這個 篇度來講 最小的密麻麻最準確 其次 如果只要那個分布的點均勻 高級點均勻 高級點均勻 也算是可以應用的 OK 那因此呢 我們花了這些精神 來做成本期間分析 物理在哪裡 我們現在看一個實際應用的例子 看完這個例子 我們再來看好了 到底做成本期間分析 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目的供代 我們還是用剛剛那個例子 一月份到六月份 整個的年度裡面 整個的半年度裡面 用的機器小時跟評審 那經由簡單的 違規分析得到了 A等於是522.90 B 0.55元 這個算出來之後 現在就開始問了 前面另外一個月要算出來一個 看起來科學的數字 工程師就預估 7月份的時候 電台機器 預計要超過1600個小時 對台機器 預計要超過1600個小時 那如果是會計主任 你算出的這個數據 可以告訴7月份 標準電源成本是多少 可不可以 如果電話要理由核在 我們說了 我們用基本的成本 成本方能是 Y等於A加BX來算 我們的Y 7月份的Y不知道 我們的固定成本是多少 你們知道了 固定成本是522.90元 各個成本是0.55元 所以固定成本是522.90元 加上0.55元 乘上這個AX7月份 就要1600個小時 那因此呢 我們就拿0.55 我還是用很完整的數據來算 0.55加上775 乘上1600個小時 7月份的 再加上522.89 負印成本 得到140931 可以看一下 1600個小時 在以前呢 叫1460元 那我們現在經過新的計算 是1409 不是1460 這是標準的批認 那因此 那因此 會計批認 他就按照所謂的 機器操作已經標準了 操任的成本也標準了 我們的預估 機器工作小時 就會算出標準成本的費用 那同時 便進入設計 才標準 才去預算 那因此 會計批認 可以很凶悍的 告訴工程師說 你7月份 機器操作是1600個小時 預計的話 你的定位成本 標準是1409元 如果你在7月份 便費 可以控制在1409元以下 你有績效 但是不小心 你變成在1500元的時候 你就浪費了將近100塊 因為1409跟1500 浪費了91塊 這個時候你的績效就麻煩了 你只會覺得 是不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先看 問題一 這個數字可限定有沒有 能不能有回歸非系列 用到最先進的數學在計算的人 只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當機器真的是超出1600個小時 電費標準 真的就是1409元 是不是這樣子 問題 我自己想看 花了那麼大的時間 金錢 算出來的數字 你跟我講說 不值得很生氣嗎 可是我們真的要問 第二個問題就是 用了科學手機方法之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高整無憂 我們所得到的標準數據 是不是可以進行有效的完美 就是1600個小時算出來 真的是1409元 才一毛 不用整片 可是我們要記住 還是有一些要注意到的 我們首先 數據來源的真實性 數據來源 按照這個例子來看 電費看起來沒問題 因為是電力公司給我們的借用 但是你要記住 如果電費的收據 不是從1月開始 只要說每個月的 不是從1號開始 每個月的10號才收 到下個月的9號 可是我們公司裡面 寄到不是從1號開始借 還真的借我們麻煩 所以數據來源 本身要有真實的 電費本身 假設真的是1月1號到1月30號 那最好 另外還要注意到一個電條 到底每一台機器 有一個電條 還是一個場裡面 十幾台機器 共用一個電條 這個時候 數據來源 又遇到了最好 跟著下來 機器操作的小時數 是不是計算正確 機器操作是誰在算的 是工人跟理單位 所以這個操作的過程 有沒有準確 工人麻煩 我早上8點上班 下午5點下班 我就把8點到5點 直接加起來去控制 就超過這70小時的 可能會貼 因為工人上班的時候 可能要先把機器開機 把參數碎好 然後軟機到時候可以 開始正常生產 搞不好去掉了30分鐘 然後在生產過程中間 早上休息一次 休息的時候 把機器順便關掉 然後去抽煙煙 喝點東西 跟著上部門之後 再看你操作一下 搞不好又浪費了20分鐘 這些東西 都要準確地扣掉了 因為他們那時候 沒有在用電 所以操作 數據來源的真實性 必須要先了解 數據標準的正確性 然後去記輸 為了數據標準 我們到底用的是 不是所謂的 剛剛講的 操作的機器小時數 根據的很正確 電費也很正確的時候 數據是這樣的標準 就可以拿來做為我們的 管理的依據了 也未必 因為這個數據標準的正確性 我們還要去做最後的判定 相關跟判定 相關跟判定 來判定它的數據 跟什麼正確性 最後一個是最麻煩的 叫做統計方法的有限計 統計方法再怎麼完整 還有一些灰色機材 沒有辦法測試到 因為沒有辦法在N300 觀察到每一個變成的情況之下 我們只會用統計 尋求它的趨勢 在統計尋求它的趨勢之下 還是會有一些 比較非常態沒有辦法控制的 通常有的叫做 行一行二錯誤 我們就要記住 統計方法還是有局限性的 但也不會因為統計有局限性 所以不用了 至少我們可以把這兩個人做好 來看看 如果要是統計方法有限性 我們透過相關跟判定的因素 來更正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記住 我們前面剛剛講的計算的工資 主要背起來 這個考試我相信一定會考 因為第一次考試也沒有太多的內容 所以說這個計算的部分 應該已經會考得 這些工資要把它背起來 那後面的這些工資就全單好 就很難保我們不需要背它 因為我們也許不會用到 不過後面的這些概念要記住 怎麼叫做相關 所以我們要判定 相關系數 是分析一個正面數跟一面數之間的 關聯程度 所謂的關聯程度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個複雜的工資 以剛剛那個例子來看 他們的關聯程度是86.12% 有86%的可能性 這個機器超過的小時間 跟機器耗用的電費成本 直接是相關的 那100%就是最相關 或者負相關 這個是變成因果關係 就是有這個 一定有那個 那是100% 這樣在這個電費 或者說補合成本裡面 100%的機率很小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只要求這個相關 有了相關性之後 然後我們要看計算 探定計數 探定計數比較簡單 就是拿相關計數 平方 就找到探定計數了 它的相關計數是平方 我們通常都表示 是因變數可以由自變數來解釋的百分比 這個就是R² Square 英文就是平方的意思 就是指這個自變數 機器超過的小時 跟那個因變數電費成本之間 可以正用來解釋的百分比 是74.7% 前面是86的相關 這邊是74的解釋度 這R²很重要 在碩士階段 就是MBA的訓練過程 幾乎每一個MBA 要熟練R²的概念 它在做管理的時候 大量的運用數據 就要做分析 R²太低 通常就不值得去做管理跟分析 要換一個東西來做 所以R²的概念是這樣的 目前這個例子來看 每一個電費成本的變動 有74% 與機器工作小時有關 如果這個70%左右 與工作小時有關 那麼誤差就會很大 我們現在希望 就是要去驗證 這個低氣工作的小指數 可以來解釋電費 如果解釋電費 解釋不過去的話 又拿它來做標準 那工程是會不服氣的 所以我們來先了解 這個解釋的頻度裡面 算出來判定技術 這74.7% 而對我們情況之下 不能來做解釋 會不會有誤差 那我們就算一下誤差好了 那麼後面那些工程 就都不用給了 所以你要去考 誤差的概念就是 我們透過每一間點的資料 套入工程去計算 計算它的誤差值 用這個工程來算 每一個標準誤差 它的金額就是48.72元 而且是上下各次的8.72元 這是標準誤差 這一個總計學裡面的一個基礎概念 有了這個資料以後 每一個標準誤差 會影響費用發生的上下線 作為48.72元 這個標準誤差可以補充 迴規值 就是我們剛剛算的Y值 它的精確程度 因此我們來補充計算看看 利用總計中的標準誤差 估計第七個月的工作機器小數 是1600個小時 估計它的標準結果 我會加估計 標準結果是1409.1元 我們以三個標準差來做解釋 看看它會怎麼樣 第一個標準差 是解釋的程度有限 但是還可以試出來一下 要求誤差 是一個標準誤差的時候 它的解釋程度 只能夠達到68.27% 就是百分之68.27% 這個時候 調整上下線 各加減48.72元 所以得到什麼呢 7月正 1600個小時的操作 我們估計 我們推特 我們預估 這個電費 會落在1360.38 到1450.75 中間 這個都是合理的 都是合理的 並不會說 因為比這個1409塊 一毛低到1300塊 就是說 那你好節省 不是的 它有誤差 別到了 降低到這麼高 或者不小心 從1409 上到1450 7塊的電費 也都合理的 跟他說它沒有效率 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估計 整缺度 整缺度是達到 63% 那當然還有 32% 還不夠整缺 所以這個 可不可以再整缺一點 那我們就把標準 誤差值提高 大概三個標準 它的時候 三個標準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表示說 在7月份 1600個小時的 機器操作之下 電費 落在什麼區域之間 我有把握告訴你 都是合理的 而且剛才 9000.73% 表示什麼呢 這個時候電費 落在1292塊 到1555塊之間 都是合理的 我有把握的 那如果比1292塊還低 就證明它真的是有效率 1291塊錢 它是節省的1塊錢 那如果不小心 1555塊 6塊我告訴 這個 這個快捷機率 它確實讓這些 至少1塊 但不是這些是來 9塊喔 這個中間的 其實都是合理的 因為它的標準差很大 講到這邊 我也有主要發現 根本不值得比 注意差的 因為 這個物差值太大 所以我們在做 相關跟 探定的時候 我們不要忘記 所謂的相關跟 探定的意思 就是要判定 這個東西 是否可以合理的 稅土 這樣子看來 用機器操作的 小時數 就不能 稅土我們 說 這個電源 將發生的 因此 因此 因此我們就會 怎麼樣 我們就變成說 要站去找另外 一個之列柱 那假設 電費成本 不是機器操作的 小時 那還有什麼可能 我們猜測 人工操作的 小時 可能 因為機器是由 人來操作 它本身的機器 小時數 那是沒有生命的 所以人 可能會影響到它的變化 我們就把人 勾勾的小時 拉出來 再算一遍 如果算完了 這個判定係數 依然只有六七十趴的時候 沒有傻眼 那怎麼辦 還有一個可能 機器是這樣的 材料的input 到產品output 我們就可以拿 材料用量 來順順看 每一個月的材料用量 幾個指標 電費成本 幾個指標 用量來順看 如果不小心 更低 算了這種三十趴 四十趴的固定 怎麼辦 這個時候 我們就馬來道路 電費 在機器操作過程中間 所發生的電費 是一個因素影響的 而是兩個以上的因素影響的 這個時候 簡單回規率 不能應付 開始要做 復回規分析 其實啊 了不起 三個變數 大概都可以把它受到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感染 只是越來越複雜而已 導致影響它的變數 是兩個以上的 那如果是一個的 那是最簡單 也最方便的 所以我們在做分析 目的 是要找到 這個解釋度 要遭到至少 百分之九十以上 才可以用 所以這個目的啊 就是告訴同學 那因此也會變成什麼呢 我也可以跟一些 理工科背景的學生說 如果下次碰到會計主任 跟你在說這個那個的時候 你不要擔心 你跟他很快的講說 抱歉 你可不可以給我看一下 所謂的 安定技術 是百分之多少 我最近有一個 EMBA的學生 他是企劃部門的這個經理 他上完的這個課之後 他回去以後啊 他就用這個方法 對公司裡面做了一些 管理的證證 寫了一個個人心得報導給我 我一看覺得很有趣 就把它找來聊一聊 原來他說了 公司是個中小型的企業 那長久以來 食堂會吵架 特別是針對成本的分攤 跟成本的標準 會計部門的經理啊 一向都用經驗法則 那生產後的廠長啊 食堂會不接受 因為肯定我 如果說我沒有效益 我個人又給我們努力 你給我的數據 我就相信 那每次炒了個半天 老闆也束手回撤 但是好像在工資一直都在賺錢 只要工資在賺錢 老闆的願意也不會太多 不過那個 那個企劃部門的這個經理 所以來到我們上課之後 他回去就跟他的主人講說 我們也許可以 針對工資的一些 成本快速的科目項目 我們來做一個整理 他花了整整兩三個月的時間 把這些科目 全部都做完整理以後 在某一次的高級數 的會議裡面 那個經理就丟出了數據說 大家不能吃好了 我現在已經足夠算過 你現在標的有一些不符合 因為他的相關性 因為台積更不要提到他的相關技術 有一些是很準確的 那至於台積的我也設定出來 預期新的指標會很高 他說他把這個報告一做出來 後部的議員 在會議裡面 一聽出來的時候 突然之間 完全沒有想像的聲音 每個人看到數據 都覺得好像很隔絕 因此很快的 新的政策就建立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是真的 是有用的 在企業裡面 我們先下個學習十分鐘 然後再繼續 分攤率的基準如何選擇 分攤的技巧有哪一些 有哪些新的功能來判斷 其實前面的根本來有哪些不同 且新的方法在管理上的議員 又有哪一些 分攤率管理控制組 在這個地方裡面 我們也要關心一個概念 我們不是去強調 要求說 我們要去計算正確的成本 正確的成本 可能 擁有其他 強調正確 這個定義 誰就搞不好 搞不清楚 我們只能強調去計算 合理的產品成本 那因此 本庄共也是要了解成本管理的概念 分攤的特性 生產流程的形態跟企業管理的相關性 那首先 成本計算的基本步驟 在成本計算的基本步驟裡面 我們說成本計算是有 直接調料 直接人工跟製造 都有三種組合 這三種組合 如何計算以及如何匯總到 各個我們勝日 最後 如何從各個部門裡面 匯總到產品上 那如果工廠內呢 通常有工廠的話 都有兩種不同的特性的部門 一種是直接生產 直接生產就是生產線 工作站 或者是這個 車間部門等等 這些生產部門 員工直接負責生產 那另外一種是 支援這些生產順暢的資源部門 我們通常叫做廠物支援 工廠裡面的服務部門 或者直接生產為服務部門 那這個時候啊 服務部門的這些 警衛清潔 或者維修等等 這些人啊 是哪有設計 這些人的薪水 耗用的資源 是不會跟生產直接相關 這些成本 又要怎麼探到生產的製造部門上 再探到產品上 這些都是 我們要考慮到的 所以我們不管是 生產部門 支援部門 各類成本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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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幾萬個編號也都被控制在內 中小企業幾百個一千個也都被控制在內 所有花費的成本費用都有科目來控管 所以直接材料支援成功 眾多的製造支援 一路排開來是第一步 材料支援是直接上到產品上 麻煩取得是製造部門 所以製造部門要用第二步來負責 叫做部門中心的分散 所以這些製造會用各式各樣 雜期雜期雜期 全部被規則到不足的部門手續 從部門裡面帶來計算 你們產物部門用 比如說一個間接人工 這個人工啊 他是在維修部門的 很簡單就直接放在維修部門中去 這個間接人工是生產車間部一的間接人工 那你把它放在生產車間部一上去 全部都擺好了之後 終於有一些還需要再製造配的 全部都分配完了 因為是建築啊 需要把這個廠物控制的備用 也攤到製造部門上 就讓製造部門匯總了所有的製造備用之後 再開始去計算單位成本 在計算單位成本的時候 首先就是直接材料攤算上來 直接人工攤算上來 材料人工加上所有的製造備用 通過不同的部門 已經分攤到生產部門上的製造備用 匯總之後 就要透過不同的方法 攤算到生產成本上去 這個生產成本的匯總 它在單位產品上的時候 有分批成本分布成本 或者是混合成本的計算 但是錢的這一塊 我們在書裡面交入的叫做 服務成本的分攤 服務成本有分攤完之後 才會談到分批分布 比較驚訝的就是 大部分的書 把服務成本的分攤擺在後面 擺在分批分布的後面 這個Garrison的書 我一下忘記了 它以前的那個版本 我記得很清楚 是擺在非常後面的 那現在呢 我一下子 我忘記它分在哪個地方 就是服務部門的計算 好像把它擺在前面去了 OK 我再回去找找看 它在一個地方 有看到153頁 服務部門的成本分攤 它擺到分批跟分布的成本的最後面 有一個叫做 附入 1234 附入是必 叫做 分服務部門成本分攤 153頁到156頁 包括了三個分攤的方法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一般來講 因為先把服務部門了解 再去算分期跟分布 所以我們在那次按照這個邏輯 先把服務部門了解 再來看分期分布的計算 分期分布的成本科目裡面 可謂成本科目的掌握 誰也不知道 直接材料 直接員工 製造費用等等 這些東西 簡單嗎 看起來簡單 可是也要小心 在實際上有一家公司 它的材料 這些材料 看錯編號 造成的不可迷惑 就是以前 現在叫做台灣製造船 以前叫做中國造船 就是中船公司 也就是上一個世紀 七十年代的十大建設 集中的一項 那個中船公司的責任 是要把我們的造船工業 建立起來 剛才也做得非常好 到了上個年代的 80年代 中期發生了一個錯誤 長龍海運 有一批船請中船公司建造 建造完了以後 在交船的時候 長龍海運的驗收人員發現 船上甲板的鋼板 原來要求是三公公 和後的鋼板 居然用到2.5公公公 因此距離的驗收 那一批船就不能邀過 那公司再一下發現 果然不錯 是自己設計品看錯了 那個材料編號 所以二大會講 我就把小海那一批船 都抽半 結果抽半出來 損失大概五千萬美金 五千萬美金 五千萬美金有苦度啦 十幾億 在那個年代裡面 目的還不麻煩 因為你要抽半 你那個船屋 這個道船的船 不能離開船屋 兩個東船 在那個年代裡面 只有2.5個船屋 兩個船屋是道船 半個船屋是新船 這兩個船屋就被霸佔 霸佔之後 等到交完過 全部配船完交完之後 後面所有的道船的船 全部沿入了 全部沿入了 其中有一個船中 是猶太人 一個美國的猶太人 非常厲害 他拿這一船 按照親約的規定 跟中船的船打官司 得到的賠償 比原來的造船的造價還要高 換句話來講 他免費海河外 家裡以前拿到他的船 而且在驗收的時候 百分刁難中船 使得這個船屋 無限期的 這個野爺 那個野爺 後面一年賺了五台效應 到最後造成了 1999年的時候 中船公司年度虧損高 50億百億以上 而且變成五檢方生 每年的虧損 都會幾年增加 那個時候 經濟部就成立了一個 叫做中船體質的檢驗小組 找了五科大學的教授 我是群眾之一 想他們做了半年的檢查之後 五貴人一致的意見 越早關於廟 早早關於廟事 不可思議的就是 中船當時的文化 已經開始的代化 所有的野事裡面 沒有尼克斯公司的錯誤 一再強調 設計圖用錯了 所以德國設計師 搞的那個尺寸標準 我們以為是英寸 結果原來是 中船的一大堆 剛好在做這個報告的時候 我當時是棄得到面 我說 德國人從來沒有跟國的英寸 看的是你們 追波拉 不負責關於廠 之類的一句話 後來也沒有關掉 因為剛好 正常危機 2000年的時候 新政府怕他倒閉 影響重大 硬是把他撐起來 這個時候 有一個小組成員 叫做中船重建委員會 有五個叫做變三個 聶人在下小的我 又是這三個小組之一 一樣堅持要關掉 可是既然國家都要給錢 願意我 他就開始重整 最後還是逃不掉 關門叫做玉 然後在做最後的清場 國家成章 五十多億 結算了事 賣給的民間 現在改成了 台中的公司 講起來 就是因為 一個 設計圖的 鋼板套桶 沒有看清楚 造成了國家 這麼大的損失 因為他不是 那個時候是國家 不是私人的 如果是私人的 我相信這個毛病 可能把公司的那些 早就倒閉了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職業特 職業人工還有所謂的 交易費用 這些費用都需要 定義清楚 於清了之後 我們再來看 什麼攤算 攤算的過程裡面 首先把成本的 科目掌握之後 就跟著開始做 部門的分配 在部門分配裡面 有產物部門跟 生產部門 產物部門就是 資源生產部門的 在這個地方裡面 我們說 服務成本的分攤 美國的交通室裡面 討論都非常粗躁 我們剛剛看到的例子 這個就像 編綠成這種 大詞皮的 簡單的三頁 都還講的 那個 實在是非常容易解散 其實它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因為過於簡陋之高 所以後來競爭力升高的時候 到了 1996年的時候 來開始發展 作業基礎成本 是APC 來作為了 民意 那我們再看到 生產部門就是 多於生產 相關 生產界 設計部 工作在 產物部門 就是後期資源 維新部門 系列部門等等 我們在這個 維新部門的 產物部門 其實跟管銷部門很類似 比如它放在工廠裡面 所以這個 產物部門的管理費 都可以資格化 跟 等等的 管銷部門不太一樣 所有的產物部門 跟生產部門 都可以用一個 叫做 Country Center 為例子 那在美國的 汽車製造業裡面 我上 開學的時候 介紹了一本 介紹到 轉類品上的 門管理 那就是美國人寫 自己去看美國的 他在書裡面就講了 一個 美國的汽車製造業 類似像 所謂的 克萊斯特 或者 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公司 Country Center 230 一個 德國的汽車製造業 是 兩三型的 足足比 美國多了 所以 這樣的情況之下 競爭力 自然在美國 就乱七八糟 真的不算乱七八糟 所以我們要記住 這個 Country Center 或者 部門中心 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OK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先休息 10分鐘 好 各位同學 我們再繼續 我們要開始怎麼計算 成本的科目 那個什麼 去計算產體的成本 我們首先 當部門畫工好 當成本科目有整理 就可以開始進行 間接成本的計算了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計算表 在這個計算表裡面 也可以看到 我們首先把 產物部門123 製造部門123 還有轉銷部門 把它用水平的列出來 然後垂直的是 會計的科目 包括可以直接登錄的 擺前面 什麼叫直接登錄 我剛剛前面強調了 直接人工 間接人工 是在產物部門 是擺在這邊 間接人工 是在製造部門2 擺在製造部門2 擺在製造部門2 這個機器社會 擺在製造部門2 這個機器社會 擺在製造部門3的 這個機器社會 擺在製造部門3的 放在製造部門3的設備機器 人等等 很快就也噴出來 幾乎90%以上 都好不缺黑字 也噴出來了 剩下不容易 直接登錄著 我們叫做 地質分攤 地質分攤 地質分攤像 福利支出 保險費用 從合救等等 這些東西叫做 地質分攤 福利支出 按照人頭來分離 如果有100個員工 老闆每一個人給100塊 就是1萬塊錢的福利支出 那這100個人 在製造部門1有3個 10個 12個 這邊是25個 27個等等 我們就按照人數 多把每個用十塊檢查 就檢查了 所以這個叫做 第一次登攤 你再檢查 那我該意外選 這個保險 是按照所謂的 財產價值來分 價值越高的話 你飛越貴 就是天心地異的 那因此呢 按照這個 總財產是分配在 不同的廠房裡面 那廠房 則有一個很大的廠房下面 又有生產部 又有所謂的 服務部門 那個時候 折進口的算 我們按照它 佔的面積多寡來算 所以第一次分攤 是把貨人直接 遷入了科目 分成別類 用簡單的基準 把它分攤出來 基準既然簡單 流送也不見得那麼簡單 那像比方說 我曾經有一次在 以前叫做 婦佑醫院 現在叫做聯合醫院 在國外的婦佑醫院 婦院長叫我 過去幫他做 責任支柱 一輪中心 當時就採取這樣的方式 不同的費用分分別 分上去 那在製造業裡面 電費水費 這些製造費用的根 比較容易 因為他們這個 鼓力電條 而在這個醫院裡面 整個的電條 是一個 在這個時候 我就來想說 這個電腦要怎麼分攤 當時想像中 醫院的面積來分攤 因為面積 每個面積都有根 按照使用的面積多寡 來分攤這個製造費用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護理長 就跑來跟我抱怨 他說 我們這個護門 是在 講說 這個護理的 護士們休息的地方 這個地方 白天護士都在忙 所以他的電燈是關掉的 可是 護士休息 班公還有 他的空間 跟開刀房的空間 差不多 可是開刀房的燈 一開的話 一個小時下來 可以給護士休息室的空間 電給一整年的運用 因為開刀的這個燈 這個電力的燈 是耗費非常高的電 所以你用面積來分攤 絕對不合理 這下提醒我了 原來不能用所謂的空間來分配 就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燈泡有燈泡耗用的功率 對於開刀房的儀器設備 都有技術說明書 按照功率的耗用來做分攤 它就變成了直接登入 拿到下面的共同分攤的概念 去做分攤 再有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也不是那麼簡單 這個叫做第一次直接登入 然後第一次分攤 完了以後 所有的目的都把所有的製造 全部都擺出來 除了直接入溫 直接材料 都在上面 也就是它直接上的產品 所以我們其他的客戶 全部擺出來 加總以後 就有所謂的總和出來 全部都總和出來 總和出來之後 廠戶部門跟生產無關 必須要把這三個部門的費用 再攤到這道部門上 這就叫做第二次登入 我們可以看 直接登入在這邊登入 跟著透過所謂的一些簡單的分攤 做了所謂的第一次的分攤 然後分擎下來 全部會總的廠戶部門一二三 都有它的金額 在四五六都有了 這時候把廠戶部門 再透過分攤的技巧 一個一個分攤 到最後面的歸零 這三個部門 可以有全部參加的製造部門上去 因為製造部門直接生產有關 如果這個分攤的流程是合理的話 至少到這個部門為止是合理的 那教育的登參 下來的方法有三個 直接把階級和聯繫方程做好 也就是《更衣審書》裡面 我們講的服務部門登參裡面 所提到的三個方法 OK 最後 單位朋友要怎麼計算 我們到這邊為止 大概把成本的科目 項目掌握 也通過部門分算到了廠戶部跟製造部 甚至把廠戶部的也攤算到了生產製造部 最後要算到單位成本 要算到單位成本的時候 我們看看 這個一個圖形來表達 首先 所有的製造費用 透過直接部門登入 共同費用 也透過一些 這叫做直接登入 然後透過一些機械 把它分攤 就是第一次的分攤 這個直接登入跟第一次分擔 把所有的費用分擔到生產部門 就是廠戶部門 跟著透過第二次分擔的技巧 把廠戶部門分擔到生產部門 讓廠戶部門歸零 全部的費用都分到生產部門 那就是第二部 要步驟單 第二次的分擔 到了生產部門 全部都到這上面來的時候 他要做第三次的分擔 而第三次的分擔 第三就是我們單位成本的計算 在這個時候 要按照它的生產特性 去分為所謂的分批 或者是分布成本的計算 就是有分批 或者分布成本的計算 後面會介紹什麼的NBA 或者什麼的分布 這是一個系統 三位成本的求證 只會開始 我們看看第三個案例 吳老闆建立一家運動器台 代工場 主要是爭奈 折列是運動小踏車 基於吳老闆對品質的要求 國外客戶非常接受 所以某一個國外客戶 下了十萬台的折列小踏車 吳老闆拿過訂單 超價心存 Bruce tha 最後超價是四百萬三一交 吳老闆仍然是大年七百元的儿子 刚好在暑假目睹的这一切 看完成交之后就很快的迫不及在问 吳老闆说这个价格怎么算出来的 吳老闆强调说 这个很简单啊 我们的责任是脚踏车 按照经验判断 直接排到车红盘 直接人工是400 经验法则 排到这种固定 那制造费用呢 按照以往的列车 直接人工的70% 所以单位的制造成员就是一千两百块 五百加四百 再加到四百的百分之七处 就得到一千两百元 预期的利润目标就是再加15% 所以每一个单价报价是一千三百八 那拐销费用都很少 就像企业工厂 而且这个外国买主亲自来 也需要再做太多的拐销 应用方式啊 一百一千三百八块 陈上一万台带扣上美金的费率啊 需要凌晨就得到后价 那这儿子听了以后啊 就觉得有点奇怪说 老爸说这个财道真的是五百吗 直接人工真的是四百吗 制造费用真的可以用 直接人工的75%来算吗 这个吴老板听了以后 不但不会不高兴 还觉得无知可教 懂得问问题 跟他说安啦 你老爸奋斗了三十年 难道是白干的吗 这些家当怎么来的 就是靠这些手指尖上面的灵感 这个做到的 所以我的报价不会有错的啦 那请问吴老板有什么方法算他的成本 真的吴老板所说的他的经验不会错吗 我这个案例啊 是我自己一个新生的经验 你早期在1980年代 大概1985年 在德国读书的时候 我们台湾也有万货协会 在世界贵国贵有整理组织 德国法兰克服务业也有万货协会的组织 当年度啊 台湾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 拎着一个007的手提包 全世界去做生意 那这个台湾早期的经济的奇迹 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要依赖这些中小企业的 全世界 这些游牧民族的努力奋斗出来的 那当年那个 那个德国的外贸协会也是这样的 当台湾要去去德国去做生意的时候 都会拜托外贸协会帮他找 德国的学生 因为我们的公司会贴宜 我们总的计划的语言 那你只让外贸协会 那个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一听到我好像说好 好 我要去 这个打电话的机会 当然有 不要再睡觉 我完全都可以睡觉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要帮忙做的是什么 我要先把一部汽车租好 那沿途他的要住的房子 把它订好 那至于访问的人 他都全部都弄好 在加班他都做完了 他需要的是一个司机 跟帮他做单一格而已 所以时间到了 就去飞机场接 那个车子 绝对要高档的 因为对方啊 你德国人看的时候 你不能太烂的车子 我甚至还有一次啊 做得更绝的就是 那个老板跟我第一次说 你是我住的载料 表示我德国还有一个公司在 谁让你德国人更相信 我觉得人有点怯了 还有没有被发现 我就告诉我 连续 德国的第六都拿不到 那不管怎么样 那一次呢 我就到游戏厂去 台湾的商人一出现的时候 拿了两个很大的皮胸 我还在想说 天然五天内 你带那么多皮胸干嘛 还有每一天到换西装 你带嘛之类的 原来就是两个皮胸 装满是量本 他自己跟我穿的一样的简单 好那因此一接到他 他二号不讲 怎么都不兴起 就直接开车 发到第一个客服 那第一个客服 是类似我们加热服的那种 量感电的一个 产作部门的经理 这个老板跟这个经理 已经是旧事 所以在前六电话我们的 电厂往来 确认以后 我就要再跟他做最终的确认 介绍了这个产作经理的时候 他有一个大的三公司 那个经理一旦给我下一条 190公分 至少13050公斤的样式 他说我们前面一站 像一座看不到人了 我们这个老板比我还矮一点 动作灵敏 他马上把一个大区枪打开 居然是一个折备小航车 马上就组装起来 一直装起来 就叫我跟那个经理说 你赶快试试看 那经理装起来 跟灾丁砍断掉 医药断断还不得了 没想到 轻轻松松起来 提起来本体的事业 就在他前面 半分钟前面的小小 长不开的地方 转两圈 最后还开始砍失业 这个时候 我怎么想一场用处 德国老会说 我觉得我们这个龙头 德国人不喜欢这样子 看到你的卡塔罗布 上面有一些龙头样 如果换成这个怎么样 换成这个怎么样 坐垫 坐得不舒服的区别 所以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坐垫 换成这个 反正他说一个 我们那个查文商人 就低头 我命令有此做心算 算完了跟我讲过 是不是说你跟他有这个价值 而且跟他讲要定多少台 才有这个价值 所以我觉得一来一去一来一去 然后结合也相残送餐 后来也都与还值得生意 出来之后就跟着 侧后下一餐之类是 这个我们盘下来 住是最便宜的 甚至是住民宿 时时最简单的 几乎没有吃一次正式的餐 都在马路边 找到汉堡 或者说是香肠夹 那个面包夹群 在德国来讲是最简单的 我也不敢多要求 如果人家做生意很辛苦 唯一對我來講最爽快的就是 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開第一次飆到2005 想說自己的車子很爛 飆到100次覺得 哇 全燈晃 晃不掉這樣子 所以每個坐車就想 咖咖咖咖咖咖 到時候吃到老啊 不想其他東西 那這個可以說 看到那個打上來 我們也都可以開 高速是最快樂的 所以我也不在乎吃 甚至有的時候 在這個簡單的晚上有一些小型的 像類似的漢堡店一樣 在買外賣 就到去的地方去住了 都是很很簡單的 所以五天忙完以後 就開車送他到 法輪客人要送他回去了 那要送他回去前 check in 完了 什麼東西都送進去之後 他說時間還早 比如說 我請你吃一頓飯好了 那一段時間 我自己都沒有吃到生活菜 我自己也非常想吃 就在法蘭克服機場的中餐廳 帶我去吃 我那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那個中餐是最貴的 我在家裡每天吃中餐 你知道要叫我吃中餐的 把那個最貴的中餐 叫錢可以拿來2121 貼電金給我就好 心裡是這樣講 但是不好一直講 硬著頭皮跟他進到中餐廳吃飯 吃飯 他的生意還做得不錯 所以相談甚觀 這時候我突然想到問他說 每次跟你在那邊談的時候 你都在面臨有值的計算 這個真的有把握算那麼快嗎 他的回答就像我剛講的 安娜 做了那麼多年了 而且他跟我講 換個龍頭換個座墊 那就是小東西啦 他在講的時候 我大概一講那一創那 我就可以算價錢了 我故意要念念有值 然後他覺得我要認真地算 只有一種情況 他曾經有提出一個要求 在另外一家店裡 把那個股價換成另外一種材質 這就是大工程 因為這個材質價錢差很大 這個時候我是認真真的在想 其他都是隨便的一種我不知道 這個就叫做分批層的計算概念 找到分攤率 快速決定分批 OK 分批跟分部計算有關 首先看分批 這個分批層的計算 剛剛講的前面服務部門的分攤 是一次的都一樣 一直算到步動攤 第二次分攤滿大 把所有的產品部門的費用 都攤到成本 增產部門的時候 這個時候看得到什麼分攤 如果是分批的 分批的計算 依賴的是分攤率 它算到各個攤率上去 按照不同的分攤率 算到不同的攤率上去 剛剛前面講的 流利之角 才用的分攤率的典型 這個分攤率用的產業 這個批式增產用的產業難接 專接訂單生產的行業 我們一定要先報價 所以我們要先射穿 否則我們這個電單接不下來 那早期有什麼玩具啊 聖誕啊 聖誕裝飾啊 運用器啊 成衣等等 早期在1970年到1990年代 我們號稱全世界頭上頂的跟腳下穿的 全部是Merry台灣 頂的是雨傘 雨傘把它關起來 還有一個帽子 帽子溜下來 到衣服 到皮帶 到鞋子 到襪子 全部都是團做的 而且還有一段時間 Made in Taiwan 花了給一支Date 非常糟糕 為什麼 美國電影都拍過 好萊塢電影拍過啊 男女主角走到外面 白宮附近的外面的時候 一出來風衣吹 那個電影的雨傘吹壞了 Made in Taiwan 大家還喜歡Date 我真神奇 可是沒有辦法 這是真的有的 到了90年代以後 演電影的時候 電視的兩個泰國人 一個美國 一個俄羅大陸人 在海軍船上面 發生誤到 蹦一拳就開始用了 Made in Taiwan 只要是耐用了 可以敲架還可以再運作 那不管怎麼樣 那個時候確實如此 生產產產生了非常多 雨傘道 帽子道 沈衣道 鞋子道 這些東西 但是都是代空 很少幾乎沒有辦法 全部是代空 所以是訂單生產 等到90年代轉型到電子產業的時候 這個時候啊 代空產品慢慢移到大陸去了 所以在大陸有很多 早期的台商做帽子 到現在其實還有一些 可是大陸自己也慢慢崛起 那台灣轉型到 開始做電腦代空 3T產業代空 所以到時候變成電腦、手機 全台灣全世界 大概70%到80% 從台灣製造 但是還是代空 只是這個時候 有一些有品牌 華碩、鴻基這些品牌 鴻達這些也慢慢出來 所以訂單生產 一定要依賴批次 那裝備式的生產 也可以依賴批次 就算是電腦 也不可能全部都是 這個步驟 也不需要用批次的概念 批次的概念 就是我一批一批的生產 最後就是分批次到代交 或者是其他批次加密的 分批次到代交的 就像是重大的公共工程啊 高速公路、鐵路、捷運等等 營建、建築業 每一個你建築房屋的規案 都是一個批次的概念 這邊是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很現實的例子 這家公車主席都知道了 AYMTO KRINKO 是哪家的? 光陽機車 滿街跑的 就是YAMAHA 就是KRINKO 產品的光陽 在光陽機車 它的過程也可以看到 它有跟原材物料的交貨 這是以陰性的裝配廠 然後有些要機械的加工 完了以後再送回來 再做所謂的裝配製造 全部製造完了以後 再送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地方來幹嘛呢? 組裝 組裝過程裡面 還加上外包廠商 外包廠 所以叫做外作品交過 外包廠商交完以後 直接進來跟自己的 組裝就出車了 這都是一個製造的流程 而且這個流程都在 同一個廠區裡面 都在高雄 但是外包廠 它的管理的特點就是 它的外包廠 它不是放在移押外包 它自己公司控制的地 來給外包廠商蓋好 把它移在這裡面做 唯一不同的話 外包廠商的技術 跟自己的技術是一樣的 它的老闆認為 這樣的話有一個好處 就近造術 可以兼職 也節省了運行的費用 這就是有點停要真虛的 批次生產過程裡面 會先拿一個叫做製造批次單 一分二入 一連交給生產部門 一連交給快遞部門 生產部門按照 必須生產單 開始用補料 技工 預計的存在率 開始計算 快遞單 就按照生產部門的步驟 逐漸的匯總 到最後算出產品 這就是一個分批成本製造 分批次單 裡面有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製造費用 以及以分攤製造費用 分批次單 分攤率形式有單一分攤率 生產單的分攤率 跟成本中心分攤率 當然這個是最不準確的 成本東西我剛剛講的 就算不錯 最近的發展就是 作業基礎是 就是因為整個汽車製造業 在美國基本上 只有二、三成的 Costent 太離譜了 所以用Activity 就是作業的基礎來做 用作業基礎來做的 基本的話 就立刻會跟 德國的汽車的同樣 就有好幾千個Costent 出來 這個就是利用代表 多或少分攤 這是一個分批成本 計算的必要之二 如何解決 就看多或少分攤 之前那個分攤率 可不可以當作 KPI 標準成本的基準 如果光靠 這個多或少分攤 光靠快遞面來做 你絕對不夠 那就是計算 你給我多少 那個計算 你計算 又得到這個速度 就結束了 對上快遞面 我們如果把快遞面 拉高 平昇到管理 甚至到策略控制面 那就變成一個管理的機制 會有多少分攤 就表示我們的KPI 設計的時候 不準確 不準確 我們如果是用桌中心 Cost Center 幾乎是類似機器群組的一個中心 那這個單一的機器沒有類似的 它這個機器本身就是一個Cost Center 我們就會越來越精準 越來越精準的話 它的分攤率就可以變成控制它的GPI 到時候就可以對多或少分攤 本來是一個不可避免的 必要不夠改成為一個可以做 不斷改善跟控制的機制 它就變得更好 那分泌成的計算還有一些困難 用分攤基準的合理性的切度 利用分攤又是不可以轉用成的結構 管消炎費用看起來 我們剛剛已經處理掉了 但實際上 管消炎絕對是也要分攤的 到單位成的計算 就一定要把管消炎 算到單位的產品 就是單位的生產資料產品 跟單位的總成本 都要被計算出來的 那如何在速度上設置控制點 分攤也不可以當作GPI 就是我們講的困難點 都解決完了 就可以達到我們之前所說的用途 跟著它分布成本 分布成本一樣 連結三個步驟 第一次就是 分攤直接分布到這邊為止 在這個時候 然後所有部門的分攤都不管分批分布 一開始都要先做好 做好到之後 分到不同的部門的時候 開始在進行下一個的計算 分批是六分攤率 分布呢 分布是按部門別 首先 第一個部門先把它匯總 第一個部門匯總完了 生產開始交給第二個部門 第二個部門呢 由第一個部門交下來的 以及第二個部門本身的成本加進來 越來越大 交給第三個部門 一次內推 到最後一個部門做完了 送出去這些產品的成果 這叫做分布成的計算 分布成的計算有要求 它必須符合這些條件 連續生產標準化 包括產品的統治 產品的統治 產品的統治 還有可能 哪些產業符合這些條件 煉油 煉鋼 水泥 沙灑 這些都是 看了這個名字大概就知道 都是重工業 基礎的重工業 舉個煉油的例子 煉油的原油是從 比方說超掉 用運油的油輪 到了我們的高平坦 從油門上面 直接透過油管 輸到了儲油槽 高輪旁邊有幾個儲油槽 每一個儲油槽的成本 三千萬 都是成本 這個儲油槽灌滿了 它下面有油管 直接送到中油 那這個在台中 就是在麥寮那邊 那一送呢 它是未在外面上面運輸的 這個成本太高又危險 所以全部都下面 下面這個油管 把這個原油 直接輸出到中油的 在業油場的時候 它就開始不斷的一路的生產 所以在中油 這個煉好的不同的油 都是按照它的燃點 跟加入的材料 分成了所謂的高級汽油 跟機油 材油等等 甚至它的副產品 還可以透過下面的油管 有時候下面的油管 包括彩像 去做橡膠 去做塑料 等等 所以這個叫做一貫化生產 一進來以後 每一個步驟 不可能倒逆回去 一定要沿著炒 一逆回去去完蛋 整個爆炸光 所以它一直沿著炒 就不滿別的 這個不滿完 都要下去的強制性 煉鋼也是一樣 鐵礦砂石灰石的原料 也是從外面裡面來的 在中湯的那個 湯匙 材料固執的那些 很可怕的 那個一堆 一堆像是單一樣的 小修靈單一樣的 很白的 石灰石 鐵礦砂 很黑的 但是有的時候 還有綠色 還有紅色的 其他的食材 加到煉高爐裡面 高爐的分數 可以高達一千萬 高爐會把這些食 這些材料燒成 鐵水 造成液體 這個液體要馬上進到魚雷車 因為很像 長得很像魚雷 這個魚雷車有火燥 一裝進去 這個還是液體 還是水流 要快速奔跑到 轉爐 轉彎的轉 轉爐就是把那個鐵水 拿起來 到了那個 這個轉軸上面 一到了轉軸 就哇 就開始去煉堂 那個這個溫度 要沿著控制 到那個轉爐的時候 倒出來的時候 已經不是純粹液體 變成半液體 半固體的狀況 它會 就是我們看 薩拉建設 或偉大的建設 國家建設 那個煉鋼 爬出來 整天的瀑布一樣 那都已經到轉軸了 不是高爐 高爐是水是液體的 因為那個魚雷車 裡面是用耐高溫器材 可以到1800度的磁氣 器材做的 那一個魚雷車也要 好幾千萬台幣 那如果說時間抓得不準確 或者因為被延倒 而使得它的魚雷車 送到長得慢的話 整個裡面的鐵水 就變成硬的鐵塊 到這就要敲掉 敲掉的時候 這個可能也會壞掉 所以那個敲掉的過程裡面 一步小心啊 一步魚雷車就爆片 所以這個魚雷是有中鋼 中國鋼鐵的那個工程師 也是我的學生 他的報告就是寫 魚雷車的成本控制 所以有學生是蠻好的 這種過程 我們也需要去中間參考 所以這些都是重大的基礎工業 步驟一下來 一步一步很清楚的 在增長過程裡面又分為 單一步驟 多項步驟 或者一項或多項步驟的準則 每一個步驟後面都有一些產品 加工的形態 那我們按照這個 快遞部門來看的話 一種產品連續製造 類似基礎工業的石油電子業 就是從再次製成品 一步驟下來 一個產品一個步驟 那如果說這一種產品 平行的 經過很多次再匯種起來的 化學啊 製造業 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或者說是多種產品 選擇式的 它可以直接出來 它可以直接出來 比如說土窄 可以直接就賣掉 也可以呢 經過熏制再賣掉 也可以熏制完再做醃製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所以分布成有不同的狀況 這是一個永鋒於造紙床的一個造紙的流程床 也可以看得出來 從紙漿灌入之後 一路下來 中間有一個半程度可以出場 這個捲軸的紙床 原子床可以再繼續加工 變得更精細的紙床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成本分布成本的計算裡面 有個特別的地方 本齊本部投入假部門 這個假部門 等於1月1號的時候 到1月31號的時候 我們叫人為的千萬 有點緊張 因為這個是昨天晚上才買的 八百八十塊 我上個禮拜那個 自從輕鬆了以後 我又去買了一個 八百八十塊 還買到這個 來 分量 不錯 那有程度還可以 但是分類硬直 還隨便摔它 這個假部門 到了1月31號的時候 有兩個狀況 一個狀況 它已經做好了一隻盾 還沒到底部門 另外一個狀況呢 它某一部門還沒做好 做到一半 這個時候 我們有一個專業名詞 叫做完工比例的概念 這個完工比例 整個假部門在 在線券上 弧陸續續做完 交給乙部門 乙部門也 陸陸續續做完 交給從雨部門 可能乙部門 在月底的時候 也有一個裝子 已經交過去了 就算了 還沒有交付 做完 擺在這邊 另外還有 還沒有做完 完工比例 看看做了多少 保育時 一起在K 这个过程里面 比较麻烦的做完工比例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在电油 我们怎么知道 它是多少百分比是练完 或没有练好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完工比例是我们在做分布成的 重要的概念 到这边可以发现 我已经有三个字很久没讲了 在前面分批 一直在挂在嘴巴上的三个字 叫做分攤率 分布成的里面是没有听到的 因为它一路不需要再用分攤率 它用的是累积的方式 不是分攤的方式 累积完了交给下个部门 它的就是这个累积的过程中间 做好了交给下个部门没错 没做好的到底有多少百分没做好 这个没做好还分类 有的东西是材料一下子就全部丢下去 大概百分之一百的同路 完工比例是百分之一百 可是其他的加工只做到百分之三十 这个时候完工比例就不一样 按照不一样的完工比例 要针对这些项目叫计算 预约一张的产量 这是分布成本的要求 我们会不会再做进一步的介绍 就A部续直接采到职业人工 跟领分单的制造之后 这是我们原先的叫联合成本的计算 算完了以后 就把它汇总到达B的步骤 而A的步骤的制程品是B的制作的燃料 把B的步骤原来所投入 所以加进去以此类的提计 而他们的成本报告条 跟前面的分批结论不同 在分布成本报告条件里面 重视的是三大块 B块要计算数量 所以把产量的记录要做清楚 A部门做了多少产量 B部门做了多少产量 完了以后要计算成本 A部门重复了多少成本 B部门重复多少成本 有了产量 有了成本之后 开始做分配 成本要怎么分配到期末 怎么分配到下一个期间 怎么分配到下一个部门 因为这三个把它了解了 这两个部门的计算 大概就解决掉了 就以这三个部门的计算 来做重点 这个部分我只是做概念性的介绍 在真正的计算要求 是在成本换地里面 这边要谈到 在分布成本里面 在制品数量跟它的完工程度 以及什么叫约张单位成本 在这里的完工比例跟程度里面 我们是说 某一个程度 按照完工比例来计算 在其末 这个完工比例如果是50% 我们就用50% 来算下一个年龄的 这样子的一个 要继续加工的需要 但是这个比方里面 就变得麻烦 比方说 我们的材料如果是一次投入 就是100%投入 用100%来算 今天假设100公克的材料 投入了 他计算是100块钱 还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的加工程度 假设做完要200块 目前只完成了50% 就变成要用100块来算 而是200块 下个期间内 材料不用加 再把剩下的加工程度 才能去得到 下个期间的一次内心 但是在这个书上 你加工程度上面 对于完工比例怎么来的 他在美国的交通室里 有多做瓦末 大概是简单的用 假设50% 后来我看到 我的学生 他一到美国去 在美国的工厂 也做过实施 他也把他们的 本质量拿回来看 好奇怪 也必然用假设50%来算 难道我交通室 写容这样算吗 可是在德国的计算 是不一样的 完工笔记脚 不使用这样子的概念 也没有所谓的约章 产量的概念 他是用的 叫做投入产材料 每一个部门都有 投入跟产出 每一个部门的 投入产出不一样 比如说假部门 投入了100块 产出了120块 它的比例是1 比上1.2 以部门呢 这个120块产出 到了以部门 这个以部门呢 投入120 但产出大概是100 就变成1.2 比1 又变回去了 一直在推 那这个比例 就变成每个部门 投入产出的KPI 用这个KPI 下个年度 投入多少 只要配方一样的话 就必须要有 一样的比例的产出 这是我在德国 当然我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讲 实际上在计算有非常繁琐的 针对材料 人工制造费用的 投入产出的比例 都有分项在做的 可是在美国 简单就是50%完工比例 再来计算所谓的 约张单位成本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是 接受美国影响比较大 所以我也不敢再去做 其他的德国的补充 反正这边也没有德文乔科书 补充栏里面也不知道干嘛 所以我只知道说 有这样的概念 其技术 而且在工厂里面 如果这个工厂用的 叫做SAP 就是施艾苦的ERP的系统 就是电脑管理系统 还真的跟我讲的 德国的概念是类似的 因为这个系统是 德国人发明的 那约张的单位成本里面 就是有了期末再次品的 完工比例的时候 按照这个比例 折算约张产量 再用这个约张产量计算 所投入的成本 就可以得到约张单位成本 再看看分批分布成本的计算 相亦处里面 分批跟分布来看 生产物理 分批是订单生产 分布是存货生产 或者是部门生产 分批尽量是少量多样 非常多的花样 每一个样子的批次量很少 分布就是大量的了 基本上 批次跟布 下面这边 计算成本的时机 是接单的时候 就要先利用分摩率来算 分布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 汇总到月底 再来结算 所以书本上 我们的交通书 十三宝分布成本 写成说 是实际成本计算的制度 没有办法用预估的 要全部汇总 加总盘 再交下去 再交下去 可是如果真的接受它这种说法 我们就不要做完整 我们束手一策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计算成本的时机 既然是汇总到月底 但是还是会有技巧 例如我们刚刚讲的 责入产出的概念来做控管 那单位成本里面 这些货物分担 因为是利用 所谓的 约当完工的比例 再依照平均 或者约当完工的计算 这个在成本 会计里面会讲到 最后的差异分析 是由实际成本 和估计成本计算 那这边也应该是 一个估计成本 差异来做各批评 这边是各批评 OK 这是他们两个方法的一种 那相同说 就是用同样的 会计基础来计算 用同样的会计科目 以及用同样的目的 来做规划 控制跟决策 那分布成本的困难点 因为前面把分布成本 分布成本里面 完工比例的合理性 跟整确性 这个地方要拿捏 你刚刚前面提到的 那应用标准成本 都管理可不可以 虽然书上说是实际成本 但是我觉得 不要这个 部门生产 持续性维持到 我们是可以抓到标准 它的特色就是持续性 而且产能标准 产品标准 没有太多花样 这个时候不能做标准 真的那还怪 那多部门 且各部门 也有回馈式的交通支援 现在要怎么办 如何可以的 就算什么 分担 中油啊 这个生产线 如果划出一个中心来 会非常处杂 而且甚至看不起来的线 会来很多挑 他说他经过了很多的 找到了中油 加工 填加其他的物料 他有的时候 到了这个工程上的时候 会送回去 重新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的时候 他又添加别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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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添加物件 又变成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那另外一种 他做一做 他可能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因为不断的有种 他有全部交叉 回退的家 这个那个那个 生产 所以他的成本生产 换句话来讲 要如何可以 我们只能用一句话 叫做理解 这个案子 在台湾 类似像 台湾电力公司 中油公司 台积电公司 都曾经针对合理的成本 有委托外面 气管顾问公司 这个委托案 那学生训练 大概是一千万万元 台预期 我们这种 学术单位 抢不到 因为他们要求的是 非常严密的 经济的计算逻辑 那这个计算出来 就解决掉了吗 我所认识的 内部的高层 实际上讲 计算出来 在实用的过程中 发现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故估 因为他太困难 它的耗路、分攤的複雜力太高了 滑膠游在這邊也跟分批一樣 其實也是一個困難點 說當作已經沒有問題 其實是大問題 如果在這個視頻上設計控制 廣播比例就會當作PPI 到這邊為止 我們把分批分布簡單的概念做個介紹 跟著下來 我們要看成本管理的體系 跟它的基本形式 這個成本管理的體系 有包含的三個階段 成本規劃、成本計算及成本控制 這個成本管理 在1970年 日本人就開始來研究 同時日本人利用成本管理的概念 建立起非常多成本管理的制度 也因為做得很好 所以他們的競爭力慢慢提升 所以它不是整個的像美國的概念 生產完了、計算完了 然後呢去換成本 雖然不能說美國沒有 但是他們對於成本規劃 都要去做 重點都擺在研發 然後樣品、Prototype 然後丟到成本生產線上去生產 在日本的時候 1970年代 Toyota為主 來實施的時候 他們的成本規劃 就做得非常詳細 這個成本規劃的團隊 成本規劃的團隊 不只是行銷部門而已 才包含了業務部門、生產部門等等 柴塊部門等等 因此這個team在做研發階段 就應該在思考它未來在市場上 被接受的可能 這個由業務部門來負責 來告訴研發部門 柴塊部門就開始在計算類似的成本 生產部門就在按照你的 研發這個產品的特性 在預估生產設備的安排 所有的都會去在成本的規劃裡面要做到 這一點我也時常在想 到了1990年代以後 美國人開始發現 它的世界市場的占有率 逐漸的被德國人、被日本人搶下 奇怪的就是 美國人從來沒有去寫 為什麼德國人可以 我們美國人不行 而他卻寫了一本書 在1990年代 有美國的一個教授叫做 我們中文翻譯成傅高義 這個傅高義教授的姓 是一個純粹德國人的姓 按照德國人的字面意思 是個空中背著小鳥的意思 是某個傅高義教授的 他寫的這個書叫做 日本人 美國人為什麼不能 以及日本第一 這兩本書出來了 洛陽紫貴讓美國人嚇成一團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好笑 奇怪了為什麼 德國人引領不講 日本人引領就小提大作 衣服好像不得了天菜擦下來 很簡單嘛 在管理的領域裡面 一直到1990年以前 大概都可以認識白種人的世界 從四百年前的殖民地 到三百年前的畢國體育一開始 大概都是白種人 縱橫天下的年代 所以到了工業革命之後 一直到了上個世紀 1990年的時候 他們大概還做夢在於 所謂的白種人是 世界上管理的線區 直到1990年 突然殘米被 美里加判了日本人 才有佔據的時候 荒芷 德國人引領好像 呂索當然都是白種人 也無所謂 反正有德國人引領 有義大利人引領 有英文人引領 有美國人引領 無所謂 可是日本人引領就不得了了 所以寫了一堆 對日本的制度 開始下了很大的研究 什麼抗盪System just in time 等等 那個東西其實是講穿的 就是人類管理的共通性 不過也有好處 因為這樣子的日本人崛起 到了1990年的後期 台灣人在製造業裡面 特別是3C台銘製造業 勇奪世界冠軍的時候 老美已經不太驚訝了 甚至發生了鴻海 在兩年前的所謂的跳樓事件 雪漢工廠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第一個出來挺他的 是賈羅斯 我們這個工廠不是雪漢工廠 拉著郭坦林的時候 一起在世界的媒體前面講 我相信他 我們不是雪漢工廠 這個就早是管理的技能 慢慢慢慢被打破了 並不再是白種人 中藍的天下 你可以覺得對不對 我再問一句 剛剛有圖鞋 我再問一句 康星林是不是 你在剛剛在笑嗎 為什麼笑 你覺得我說的對不對 那你相信黑人可以管理嗎 非洲也可以進行好的管理嗎 對 你知道真心的講這種話 我就相信你沒有種族歧視 真的可以 那有沒有例子咧 非洲有沒有哪個企業是世界底級 不管它是生產製造研發銷售 Made in Africa 有沒有 不知道 不知道呢 感覺上有沒有 你有沒有買過你非洲製造的產品 除了廉價的衣服以外 大家自己想想 這個世界蠻現實的 本來就是這樣子 這個被人家認定 有的時候要用一百年的時間 才有辦法翻身 OK 我們先上到這邊 我們下禮拜再繼續對一個章節 不要忘記了 下禮拜三條考試完 請你們會開始對一個禮拜 趕快嚴加 開始溫習你的時間 停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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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